大家好 关注《逍遥记》 带你感受逍遥世界 感谢观看本视频 第一件事情是他偷听到的 清诞会这不结束了吗 县门百家稀疏退场 魏无县早就想离开 此刻巴不得伸出一双翅膀 飞回白云山庄 太清仙山太古板无趣 他在这里都快要发霉了 离开时 不自觉地往静视瞟了几眼 门是关闭的 蓝旺鸡并不在 不知怎么心里有几分失落 好歹收留了他一个月 告个别是应该的 然后跟蓝旺鸡说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类似于感谢你的照顾 后悔有期之类的 善而 蓝旺鸡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他磨磨蹭蹭了半个多时辰 也不见蓝旺鸡回来 摇了摇头 告诉自己 算了 人家可能要定亲了 何必自作多情呢 那就后悔无期吧 染着鼻腔里的淡旺鸡并将笛子插在腰间 抓起随便往外走去 来到蓝室找白庄主 白庄主和蓝宗主在内室说话 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 只听白庄主道 点石沉金笔不只是蓝家的镇族之宝 也是修真界的无上之宝 怎么突然不见了 蓝宗主叹了口气 事情有些诡异 我一派旺鸡调查过 静谈会期间 并没有人去过后山 守护点石沉金笔的麒麟 也没有任何警示 这只笔一向是凭空消失了 唉 落实弱到奸人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啊 凭空消失了 白庄主重复了一遍 眉头紧锁 蓝宗主郑重道 白庄 此事资关重大 点石沉金笔乃你我当年联手封印的 他失踪的事 除了你 我和旺鸡 再无第四个人知道 还望白庄保密 外头的魏无限暗想 我不就是第四个人吗 哦 原来点石沉金笔跟白叔叔和蓝宗主一起封印的 为了不让两位长辈察觉到他偷听 他又退了出去 杨庄什么都不知道 等白庄主出来 他才笑嘻嘻地亮出声 阿县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 不回白云山庄了 你自己回去吧 路上小心 白庄主嘱咐他 哦 好的 那白叔叔我走了 魏无限当然知道那是什么事 一定是想办法寻找点石沉金笔呗 于是聪明地选择了不问 走到高空锁桥边 偶遇了小师弟 又听到了第二件大事 魏无限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竟然跟自己有关 大师兄 你知道不 你现在成名人了 魏无限像咪咪道 我不一直是名人吗 修仙界谁不知道 白云山庄有个天才少年 不是 你在民间也是名人 小师弟神秘兮兮兮道 你一个月前表演了画本 扮演了蓝忘鸡 还记得不 有人在台下给你画了像 说你是有史以来最俊美 最有灵气的灵人 画像一传十 十传百 一个月时间 已经传到了黄尘脚下 一听到黄尘二子 魏无限暗脚不妙 果然 小师弟接下来的画 让他大惊失色 黄尘的官员们看到你的画像后 都认为 这不是魏无限 这是川王殿下 因为画像上的你跟川王殿下 长得一模一样 有人说 这根本就是川王殿下本尊 偷偷溜出去玩了 也有人说 说不定是有人假扮川王 在外头招摇过世 不管哪一种说法 都无法解释 为什么你们会长得如此像 大将军二话不说 把正在军队里训练士兵的川王抓了起来 非说他是假川王 你说好不好笑 魏无限已经没有心思讨论他好不好笑了 抓住他的衣领道 你从哪听来的 小师弟道 我爹娘说的呀 我们昨天先行一步离开的 我是特地回来给你报信的 你千万不要在民间露脸了 别被什么大将军抓起来 虽然你肯定打得过他们 可他们人捉 有十万军队呢 哎 哎 大师兄 你干嘛去 别跑啊 千万记住我的话 啊 魏无限在高宫锁桥上狂奔 锁桥很长 连着太清仙山的两座主体山脉 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跑 全程走完 也需要小半个时辰 一轮明月在天空中升起 洒下一地清灰 他左手的白玉戒 在月光下有灵力流动 可是魏无限没有心思看 他只想快速跑出去 跑到黄尘救下川王 那是他的亲弟弟呀 贵妃一定担心死了 他跑啊跑 跑到锁桥尽头 冷不防撞进一个人的怀里 那人满身如恋的月光 一袭白衣 衬得他恍若仙人 尽力于锁桥尽头 巨美的面容美如玉雕 身上有淡淡的檀香味道 蓝战 魏无限呆了一下 没有想到在这里遇见了他 一抬头便对上了他清冷又灼热的眼睛 那灼热是只有他才能看明白的灼热 灼热到魏无限的脸都要发烧 忽然感到欣喜 又忽然感到委屈 终于见到你了 刚才你为什么不送我 你怎么忍心不送我 妈的 魏无限 你他妈怎么那么矫情 他在心里甩自己一个巴掌 蓝忘记的目光何等敏锐 怎么可能忽视他那烟红的脸庞 在月光显得格外娇巧 心中一紧 柔声道 跑这么快 你要去哪里 我 魏无限弹了弹鼻子 避开了脸 避开了他的目光 无所谓道 玩了这么久 回白云山庄了 蓝忘记定定看着他 直截了当戳穿他的谎言 你要去皇城 我陪你去 魏无限一论 脱口而出 你咋知道 蓝忘记深吸一口气 向前一步 靠近他 我什么都知道 包括你的身世 魏无限 他发现 自己在蓝忘记面前 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他洞悉自己的所有心思 了解自己的喜好 就连身世这么隐蔽的事 他都知道 蓝忘记啊蓝忘记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两人对峙了会儿 魏无限打破沉默 蓝湛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你不用管 你家里说不定有事 需要你处理 就别参与我的事了 说完 把腿往前走去 蓝忘记静静望着他的背影 一言不发 四周一片寂静 除了叶峰摇曳着树枝 发出沙沙的声音 再没有其他 魏英 忽然一声低沉的呼唤 从身后响起 哎 魏英下意识回过头 没有注意到 那是蓝忘记的声音 马尾轻轻一甩 甩到蓝忘记的脸庞上 那张举世无双的俊脸 忽然在眼前放大 紧接着 后脑勺被人按住 温热的唇 敷上了他的唇 柔软的舌头 长驱直住 魏无限呆住了 大脑懵懵的 许久才反应过来 蓝湛 哟 哟 怎么就那么容易被人亲呢 蓝忘记松开他 指腹四有四无 擦着他的脸 低声道 现在 你还认为 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魏无限头晕目眩 双眼迷离 难难道 我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 蓝忘记再次亲了上去 魏无限双腿发软 再也站不住 倒在地上 蓝忘记接住了他 真不关你的事 你别管 直到魏无限不再嘴硬 同意两人一起走 蓝忘记才饶过他